大家好,这节课咱们一起来看一看HP请求这一部分的内容 那么首先我们看看HP请求它的几种类型 我们在这里把HP请求的七种类型分成了最常用的两种和不怎么常用的五种 那当然重点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最常用的这两种请求 那么最常用的两种请求呢 上节课其实也给大家简单做个介绍 第一种叫做get请求 第二种叫post get请求是由从服务器端获取资源 那么我们需要给定的是一个资源的UIL地址 或者这边所谓的request UII的资源的标识符 那么比方说一个HP页面 它一定有一个唯一的UIL地址 一张图片它同样也会有一个唯一的UIL地址 那么通常对于这些地址 我们专业术语呢叫做UII叫统一资源定位符啊 那么通常尝试用UII来表示 但是这个本质上啊不会有太大影响 用UII UIL都是可以的 比方说我们现在打开一个浏览器 当我们输入一个UIL地址以后呢 这边就会有相应的里边的各种各样的资源被下载回来 那这个过程呢我们当然也可以啊 通过HP沃奇呢能够看到 比方说我们呢再来再来运行一遍 那么这个UIL地址里边对应的里边就会有很多UII的资源 那么每一个资源呢都会对应的它有一个UII地址 这边就是这个UII的地址 那么比方说这张图片我们通过右键啊 也可以呢通过属性查看到它的一个啊 这个绝对的一个UII的地址 那这个地址呢是唯一的啊 一定是唯一的 好这是get请求 那么get请求呢获取从服务器端这个响应过来的资源 那么获取资源的方式呢 就是指定一个唯一的资源标识符啊 或者叫啊统一资源定位器UII 啊这个咱也不知道了啊 以后呢咱们就统一叫做一个UIL地址就可以了啊 因为呢怎么讲都是合理的 那不要太过的去专注在这些专业术语上面 那么与之对应的 我们既然所谓的浏览器和服务器端是要进行交互 那这个交互的过程一定是有来有往 对吧你来你上网来的 我不可能一直只是从服务器端去获取资源 那这种呢它不能称之为交互 它是单向传输的 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呢也需要把我们这边客户这边的一些数据通过浏览器呢发送给服务器端 那这种时候呢通常我们呢使用post请求 把这些数据呢作为这个post请求的正文 把数据呢传递给服务器 那么通常来说post的请求我们会用在哪些地方呢 第一种呢是文件上传的时候我们会使用到 第二种呢是 咱们需要通过一个表单填写一些下纳框啊文本框啊生纸啊文本域啊等等填一些很多的内容 然后呢把这些内容提交给服务器 比方说我们在论坛里面发一个帖子啊等等这些东西呢我们呢会用post的请求来提交啊把这些东西提交过去 那么这样呢就通过get的请求后post的请求就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浏览器和服务器端的一个交互了 那么当然呢在这些请求的正因为咱们的HP协议具备了这样一种基本的交互的功能 那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完全的啊利用这些协议来绕开浏览器本身来做很多的事情 那么像之前呢我们也给他讲过我们完全可以呢不使用飞丘这个客户端给另外一个飞丘呢发送消息 其实他们的道理是一样的最关键点就是我们了解这些协议本身的它的运行规律就可以了 好那么对于这个用HP博议监控到的呢我们上上上几个看到的呢基本上都是一些get请求 所以呢这里我们需要来看一看post的请求 那么对post的请求来说呢咱们就不妨啊在这个登录啊找一个登录或者注册的地方来来看一看 那么我这边呢因为我们上几个已经安装过php问的和 也就万这两个外部应用了 我们呢不妨现在就把它提起来直接访问我们自己的应用系统啊 原理都是一样的 比方说你如果去访问一个呃本身存在的真实的论坛里输入你的账号密码去登录或者去发个帖子 我们用HP我起来监控他一样可以看到啊这样的一些请求产生 好我们现在呢就把我们的这个服务器给起起来 好起起来了以后呢咱们就来访问一下 localhost 啊咱们上次用的是这个1912号就用这个 好我们看到也有很多get请求发送出去 好这边输入了用户名和密码我们直接点登录 好我们可以看到啊这里边产生了一个post请求 ok那么这个post请求就是我们实现登录发送给输服器端的用户名和密码的这个数据 通过stream我们可以看到啊 左边呢是post请求的啊这个请求的部分啊 右边呢是这个请求发送出去了以后服务器端给我们的响应 好我们来看看请求部分的正网啊 保存的其实就是我们的用户名和密码 还有一个呢我们登录的时候问我们是否保存登录信息啊 zvlogin等于处 他呢就会拼装成这样一个post的正文 这边就是我们的用户名和密码啊 大家看到都是名文传输的 他拼装成一个post的正文以后呢再发送给服务器 那么服务器接受到这个用户名和密码以后 会经过数据库进行验证 验证完了以后会给我们一个响应 那我们看到响应的正文部分呢有一个很简单的关键字 664表明了我们的用户名和密码是正确的 那么我们不妨呢再来看看 我输一个不正确的用户名和密码来看看服务器端的 这边请求和响应部分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比方说我输一个用户名叫admin输一个密码叫123567 随便写了输了一个 我们现在再来实现登录 注意这个post请求 好我们来看到并没有登录成功 告诉我们密码输入错误 好看看这个post请求 正文部分 admin用户名密码213434 这是我刚才随意书的 这个用户名和密码提交给了服务器以后 服务器端给了我们一个响应 响应的内容呢叫做password invalid 好 服务器端给了我们这个响应 当然了我们这边页面里边会通过阿加克斯加JavaScript的方式来获取到这个字段 然后呢再根据这个字段来输出一个中文的错误消息 在这里边我们不妨呢通过查看我们的页面原文件 来看一看这个过程 在这边啊你会看到有一个错误提示信息出错了 密码输入错误 那么它是根据哪个呢 根据我们服务器端的响应 如果说这个服务器端的响应是password invalid的这一个内容 那么它就在我们的错误提示框里边输出这样一个错误 如果是别的 那么就输出别的一些错误 如果是服务器端的响应是successful 那么呢直接咱们使用JavaScript的一个重定向的函数 location.hif 直接呢就重定向我们的登录成功以后的首页里边 大概的过程就是这样 那么这是关于post请求 post请求也好 get请求也好 都是为了实现与服务器端的一个交互 那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啊 关于这个请求本身 它的交互的过程 它需要用到的一些协议规则 那这边我们可以不妨随便就找百度的这个请求好了 先看一看百度上边之前录制的一个请求 get请求 我们来看看这里边就是它的请求的这个内容 这里边定义了很多字段 我们呢一一给大家做一个分析 第一行 它一共有三个信息 第一个信息 表示它使用的是get请求的方法 第二个信息表示它请求的是我们这个被访问的这个主机的根目录 也就是呢默认的最顶层的那个目录 第三个信息的话呢 告诉我们使用的是http1.1的版本啊 这个信息为什么需要放在这里呢 因为http有1.0和1.1两个版本 那么我们呢把这个字段作为一个请求发送给服务器段 就是要明确的告诉服务器 我这边 现在使用的是1.1这个版本的一个规则 那么请你在响应的时候 在处理这个请求内容的时候 也按照1.1的规范来来处理 其实我们不妨看看与之完全对应的响应这边 它也有这样一个版本啊 事实上也是呢 相当于服务器端在告诉这个当前这个浏览器 说我后边所发送的这些字段规则呢 都是按照1.1的版本来处理的 那么也请你呢 在解析的时候呢 使用1.1的规则来解析我后边这些字段 也就是互相告诉一下 互相告诉对方的版本 避免呢 版本不匹配啊 导致解析的一些冲突 或者说解析错了 好 这是呢 第一行的一个作用 那么第二行 请求的第二行 accept 好 这边啊 我再给大家稍微提醒一下 就是请求里边所有的字段 其实呢 他为什么需要这些字段 他其实都是需要把这些字段 最终是要发给服务器段的 他那么也就意味着呢 他一定要主动的去告诉服务器很多信息 那所有里边的这些字段呢 都是在告诉服务器 我这边 这个字段对应的是什么信息 那个字段对应的是什么信息 便于你服务器知道 以及做进一步的处理 那么第二行也是同样的accept 主动告诉服务器段 我当前这个浏览器 我当前这个客户段 可以处理哪些类型的内容 比方说我可以处理html的页面 我也可以处理xhtml 也就是呢 咱们的基于xml加html的一个比较规范的html的一个 标签文件 最后来一个信息杠心 索性我懒得说了 我就告诉你 你所有的资源啊 我都能够处理 你就直接返回来就行了啊 信息杠心 所有资源都可以处理 当然了 事实上这个呢 完全把前边的都覆盖了啊 只不过前边两个呢 有点重要 所以呢 我们单独拧出来 信息杠心 包括我们可以处理像什么 imgpng 就表示我们呢 可以处理png的图片 imggif 处理gif图片 application 这个msword 表示我们可以处理的这个word文档等等等等啊 各种各样的类型 信息杠心呢 就把它们全部都给代替了 好 第三个告诉服务器 accept language 我这边可以接受的这个语言区域啊 是这个中文 用着agent告诉浏览 告诉服务器啊 我这边的浏览器 它的一个客户端的版本号 那这里边呢 mozilla 5.0这些协议本身定好的啊 没有办法去修改 主要再看后边的这个就行了 后边这个才是最真实的版本号 兼容mozilla 5.0 同时的话呢 是属于IE9.0的版本 windows NT呢 6.1啊 windows NT 6.1的 这是属于windows操作系统的内核的版本 那windows NT 6.1内核 对应的就是我们windows 7的操作系统啊 trendent 5.0啊 这是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的 微软所使用的渲染引擎 那么使用的是trendent这个渲染引擎5.0的版本 好继续往下看 下一行accept encoding 可以接受的这个编码格式或者说压缩格式 grap和dflat grap和dflat是两两种标准的用于http内容 压缩的两种压缩格式啊 压缩规范 那么主动的告诉服务器 我这个浏览器呢 可以处理这两种标准的压缩 什么意思 我们不妨来看看这个页面啊 它的大小是多少呢 三四七一一五个字几 三十多k 三十多k呢 这个传输其实算是比较多的内容 所以呢 当我们为了这个 因为之前的带宽呢 也没有那么大 然后呢 为了能够保证这个传输的速度 我们很多文本型的内容 那么在传输的过程当中呢 它是压缩以后再传输的 比方说这边 它有三十多k 如果我们能把它压缩一下 压缩成几k 或者十k左右 再传输 那这样毫无疑问会提升这个传输速度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啊 在htpwatch里面 事实上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content这个tab底下 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边呢 它是使用了grap的压缩 从三十多k 一纸压缩灯 成了十三四k的样子 那么节省了77.1%的一个大小 这是相当惊人的 基本上现在的ZIP RAR的压缩比例呢 对于文本型的 都可以达到这样一个压缩效率 那么既然我们在传输过程当中 它是经过压缩的 事实上这个压缩过程呢 在服务器段进行的啊 Apaq啊 IIS啊等等这些服务器 都提供这种压缩的功能 压缩了以后 传输啊 以十几k来传输 传输完了以后 那毫无疑问 存在一个问题是 是不是浏览器呢 还需要把这些 压缩过的东西呢 进行解压 OK 它必须要解压 所以最后呢 才能还原出原始的文本出来 那于是乎呢 就存在这样一个问题 那就是这个浏览器 到底有没有解压缩的这种能力 那么 accept encoding 这个字段呢 就主动告诉服务器 我有解压缩 GZIP和DFLAT 两种格式的能力 那么 你的内容 如果是压缩的话呢 如果是按这两种格式压缩的话 你放心的压缩好了 你压缩完了以后 传给我 我这边是可以解压缩的啊 它在跟服务器端 沟通这个事情 好 那么 与之对应的 我们这边也可以看到啊 在服务器这边 它也给了我们另外一个响应 叫content encoding 这个内容本身的编码 是使用GZIP这种压缩格式 它主动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信息 这就有点感觉是 我们两个人在这个沟通的时候 使用了一个既定的一个密码 密码本一样 或者说一个暗号一样 别人可能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但是呢 他们互相之间知道 因为他们遵循同样的一个 协议版本 就像我们遵循同样一个密码本一样 你说12345 我理解 我就知道啊 你说的1235代表什么意思 你说这个啊 其他的一个什么词啊 别人可能听起来感觉平淡无奇 但是我知道 它代表特别的意思啊 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他们呢 在互相通过这样的一些字段 在进行沟通 这个浏览器告诉服务器短 我这边可以搞定这两种格式 你只管压缩 过来以后 我是可以解压的 这边服务器 如果它真的是压缩过的 它就主动告诉浏览器这边 浏览器 我这边呢 使用了GZIP的压缩格式 你到时候解压的时候 使用这种规范去解压缩 别忘了 那就是这么一个沟通的过程 那你看啊 CSS 它也是一种啊 这边呢 由于啊 我们有缓存 顺便说明一下 当我们去录制一个请求的时候 建议大家呢 点击一下拖子菜单底下 清掉所有的缓存和固域再录制 否则它会 如果是已经缓存在我们本地的话呢 这个请求将不会 不会再去经过服务器端啊 我们往下找一个 JavaScript 那看看这个有没有压缩 这个由于只有78个字节啊 所以没必要压缩了 这个到底多大开始压缩 在我们Apache这边的服务器里边的配置参数 可以设置的 好 这边的话呢 又是HTML 做了这个100多个字节啊 没有必要压缩啊 这边还出现复数了 好以为这是HPWatch本身的问题啊 它是不会压缩的 JavaScript啊 我们看到这边呢 经过了一个压缩 用GRAP的压缩方式 好 我们再来找一张图片看一看 这图片全都是缓存了的 这边有个图片没有缓存 这个图片 虽然这边 告诉了服务器 我可以解压缩这些东西 但服务器由于没有压缩 所以服务器呢 并没有Content Encoding那个字短 因为呢 服务器本身并没有对这个内容进行压缩 这边呢 也顺便注意一下 咱们在网络上传输的这些标准的JPG啊 GIF啊 或者PNG的这些图片 图片本身已经经过压缩了 所以呢 这种web服务器是不会对这种图片资源进行 GZP或者Deflate压缩的 因为压缩也压缩不出任何东西来了 100K的文件 100K的或者10K的GIF或者JPG的图片 压缩完了以后还是那么大 因为他们已经被压缩的不能再压缩了 这种格式本身就是被压缩过的 所以这样的图片资源是不会被压缩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这是Accept Encoding这个字短 Host这个字短呢 表示我们访问的主机啊 通常呢是指对应的IP地址或者是某一个域名 Connection Captive这个字短的意思呢 表示啊我们连接的类型 也就是所谓的TCP连接的类型 Captive表示我们一个专业术语叫做长连接啊 长短的长 长连接 Captive的作用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 在网络传输过程当中都需要建立TCP的连接 那么每每每传输一次都要建议都要经过三十货手建立一次连接 很显然这种资源的消耗是很多的 所以呢 于是我们基于这样一种这个情况啊 引入了长连接这么一个处理机制 也就是说这个连接一旦建立了以后 不是说下一次又要重新建立 下一次如果是访问的相同的资源 或者说呢 相同的服务器 我们呢这个连接是否可以重用 因为呢已经证明它是可靠的 那么我们能重用的话 就尽可能的去重用它这个连接 就不用再经过一次 非得要一次 但是我走再来重新创联一个连接 这样可以节省很多这个资源 那么于是呢 就有长连接这样一种机制了 它呢就可以让我们这个连接一旦建立了 保持一段时间 那么保持到呢 有一个过期的这么一个机制 比方说这个连接 长连接已经被重复使用了一百次了 行 那我们重新建一个了 或者说这个连接 长连接已经使用了多少时间了以后 那么我们呢重新再见一个 有个这样的一种机制 来重新建立连接 但这样呢它可以节省很多开销 那默认来说呢 默认的情况下都是属于长连接的类型 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意义就可以了 那最后呢有一个叫Cookie Cookie呢是我们后边要专门去给大家介绍的内容 那Cookie 大家现在只需要有一个感性的理解就是 Cookie本身的内容 也是属于浏览器发送给服务器段的内容 里边内容本身是什么 那么有这个浏览器自己的一些编码 或者说浏览器那边的脚本来决定 它要给让服务客户段或者说浏览器给他发送什么样的Cookie的信息 那这个呢在后边呢我们专门来再来给大家介绍 好这就是关于整个请求部分它的一些构成 那么刚才看到的是Gate请求 我们不妨再来找一个Post请求来看一看 请求类型是Post 然后呢提交数据到某一个绝对的UIL地址 版本号1.1没有问题 好这边呢有个请求使用的是xmhtprequest 这里边啊表明呢 这个请求是使用AJAX的方式来发送的 AJAX AJAX啊 这是一个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客户端交互的机制 啊后边有有空的话呢 我们可以给大家做一个AJAX方面的练习啊 但前边呢 其实已经多少给大家演示过啊 什么叫AJAX有这么一个认识 那么可以接受的语言没有问题啊 这边还有多了一个叫refer啊 引用页面的引用 页面的引用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我发送这个 哪一个页面发送了这个Post的请求 那么refer呢就对应到这个页面 比方说我们现在实现登录的是 这个Post的请求是由这个页面发送的 OK 那么refer呢就对应的是这个页面 啊这个refer这个字段呢 对我们这个收集用户的一个 这种 来访记录啊非常有用 比方说用户来访问我的这个网站 他我可以知道如果没有refer 那就表明用户是直接通过浏览器地址输入 我的网址访问到我这个页面的 毫无疑问这种用户呢 是对我这个网站是比较忠诚的 因为他能记住我的网址啊 所以refer如果我一空我就知道这个用户他是通过直接手工输入 来访问到的啊 或者是通过收藏夹也可以 这都没关系 这个用户呢一定是很忠诚的 那么如果refer比方说他是通过百度的搜索结果来发起了一个请求访问到我这个页面 那我就可以知道他那是通过百度的搜索引擎搜索了某一个什么关键字 然后呢 访问到了我这个页面 那等等这是refer的这样一个啊 字段非常有价值 它的价值就在于我可以跟踪来访者的记录了解 来访者的一些基本的行为 我们的这个在很多这个网络营销里边包括啊 对用户的一些这个分析里边都会用到 用的最多的就是第一个user agent 啊 我们知道用户使用的是什么操作系统什么浏览器的版本 第二个就是refer用户是以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来访问到我这个页面的啊 我就可以知道 accept content type啊 这些呢我们也都给大家讲过了不再重述这边一个content list也很简单啊 这个字段的 就是迫使请求的正文的长度 也就是这一段长度 46个字节 连接类型 开启control 那又开启啊 迫使请求没有缓存 不需要使用缓存 那么请求本身的字段呢 可能还会有一些啊 我们目前还没遇到的 没有关系 大家遇到了以后呢 直接去百度里边搜索http请求 再加上这样一个字段名 就可以找到答案了 好 这是对于请求的这些字段的一个解释 好 那么这节口呢 我们重点的两个get请求和post请求呢 就先介绍到这儿 那后边呢 还有几个不常使用的请求啊 head option put delete trace 那么这几个请求啊 基本上我们不太会看到 所以呢 咱们不用去特别去关注它 简单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head 请求 获取响应资源的响应的头 option 请求查询服务器的性能 put 请求服务器存储一个资源 delete 请求服务器删除一个资源 趁此呢 请求这个请求服务器回送我们收到的消息 啊就是呢 有一个回复啊 这个消息到底收到没收到啊 这些呢 都是用于我们一些附加的协议本身的一些这个请求类型 在我们的真正的应用系统里边是不太会去用到的啊 所以简单了解一下 知道他们是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就可以了 好 那关于请求这部分内容呢 咱们就先介绍到这 咱们就先介绍到这边